杂念像说谎 一丝杂念 需要无数个正思维 来转移和抹去它 说谎 需要无数个妄语和解释 来掩盖它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当人在追求太多物质时 八十天中的佛性会流失 师父还说 无私的奉献 完美的回报 纯洁的付出 完美的果报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师父在2021年9月8日 智慧是你心中的明灯下中开示 如果你智慧少的话 你就会害怕 一会儿前进 一会儿后退 又被师父说中了 师父总是知道一切 这段时间 我完全是靠着师父的佛言佛语 坚持下来的 若不是师父救了我一次又一次 我真是小命不保 感恩师父无限的慈悲 感恩同修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看了今天师父最新开示 才发现 自己真的就是没有智慧 没事时 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 浑身是力量 一遇到问题 就捉襟见肘 真是差 感恩师父慈悲 每日法语干露 引领弟子一步一步向前走 请师父放心 弟子会深挖自己的劣根性 努力改毛病 跟随师父不钓队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每每放生 总是在想着避开捕鱼 钓鱼的人 可今天放生时 碰到一个钓鱼的老兄 刚想着转换位置 他却主动说 你放生 我就不在这儿钓了 随着交谈之道 他也是一个信佛友善之人 我就顺势讲了 学佛念经放生的诸多益处 和钓鱼的诸多恶报 随着交流 半个多小时 仍意犹未尽 放生 才师 法师 无畏师 三师俱全 感恩菩萨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生命不息 放生不止 学习师父弘法不停 感恩 感恩师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走进心灵法门 有了家 生活琐事 依靠他 化解凡尘 有依托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人妻 佛能归还你 常年在外 农村户口 一直没有收益 响应国家政策 落实身份 插到户籍 已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注销 这无疑就意味着是黑户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能让我在生活无助时 有了希望 能帮我顺利领到了低宝 没有学佛 想都不敢想的事 人欺负你 佛菩萨慈悲 还你公道 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仨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天 老张下班回家 老远呢 就看见了小区门口的墙上呢 贴了一张启示 他走近一看呢 差点笑出来 原来呢 是一张寻猪的启示 说的是要找一头啊 丢失的宠物猪 旁边呢 还有小猪的照片 老张心想 哎 现在的人真的无聊透顶了啦 养猫养狗还不过瘾 还居然养起猪来了 可是看到后面 只看见启示上写着 如有人 十道 小猪者 可获酬金一万元 老张看看四周 趁着没人 一把私下启示 放进了口袋 然后装作 若无其事的样子 哼着小犬回了家 一进屋 老张就拿出了启示 给老婆看 老婆看完之后说 哎呀 我刚才还看见 隔壁邻居的李大妈 牵着一头小猪 在小区里溜达呢 好像和照片上的猪啊 长得很像耶 老张一听 顿时激动半分 真的吗 老婆啊 你再仔细看看 是不是这个猪 跟你看到那个猪是一样的 老婆看了半天 吃不准 点点头 又摇摇头 要不 你明天早上 这里去看看 老张一个晚上 没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 就等在 隔壁的 楼的门口 不大一会儿 就见李大妈 牵着一头小猪 出来了 老张一看 这个小猪 淡黄色 耳朵上 有两个对寸的 小黑圆点 可不就是 启示上 那个小猪吗 他连忙 热情的上去打招呼 哎呦 李大妈 怎么早就出来 遛狗 遛猪啊 李大妈 不好意思的 朝老张笑笑 哎呀 儿子看我一个人 在家闷得慌啊 就想买条狗来 给我做个伴 可是到宠物市场 一打听啊 说现在啊 流行养猪 就给买了回来 可这猪啊 真难伺候 扔着又可惜 卖了又没人要 哎 烦死人了 老张立刻接口道 哎呀 大妈你就卖给我吧 我倒挺喜欢她的 你看她多可爱啊 这个李大妈 看着老张 有点吃惊 你真的喜欢吗 我儿子当初 花了两千块钱 买回来的 可 我没少说她 这不是在烧钱吗 哎呦 大妈 看你说的 我特别喜欢小猪 我给你三千 你就卖给我吧 说完从口袋里 掏出准备好的钱 塞进了 李大妈的手里 趁李大妈 还没回过神 抱起了小猪就跑了 老张他踏进家门 就向他老婆抱起道 哎呀 好了好了 咱们马上就能赚到一笔了 说着喜滋滋的拿出那张 寻猪启事 照着上位的电话 就拨了过去 可是万万没料到 电话里竟传出了一个声音 您刚才所拨的电话号码 是空号 这下子两口子全傻眼了 怎么办呢 这老婆立刻就哭开了 哎呦 三千块钱啊 就这么没了 能买多少斤猪肉啊 老张被老婆哭得心烦 拿起那张启事就去了打印社 要人帮忙把启事内容打印下来 不过 他把其中原来的一万块钱的筹金 盖成了两万块 晚上他摸黑 把那张寻猪启事贴了上去 第二天又让老婆牵着小猪到街上去赚优了 果然没半天 果然没半天功夫 老张老婆就被一个人拦住了 那人说他特别喜欢宠物猪 愿意花六千块钱买下来 老张的老婆于是装住一副很不舍得的样子 把这只小猪卖给了他 事不过三天 那墙上的寻猪启事 又被悄悄地改换了面孔 估计台长不说 你们也知道 答谢筹金 从两万 涨到了三万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 人总是在吃亏的时候 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 没有理性 他不管他人的痛苦 再去伤害别人 其实学会吃亏 不要去贪 你就不会造新业 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伤害别人的人 记住了 你就是在尊重自己 尊重别人啊 我们学婆人要懂得尊重别人 那是一种修养啊 佛说了 情修善根供养 当自己的心灵或身体受伤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痛苦 去冲动 犯下更多的业障 自己受伤了 再让别人去受伤 你伤害了别人 你伤害了别人 又给自己种下了业的种子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行善而不助善 弘法而不助法 不失而不着相 长此以往 就会破执着于我相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